第163集 通传道 米八子每日必到 风雨无阻 但是魏婉对宋初一深恶痛绝 不愿给自己添堵 也就从来没有接见过她 如今 让她在外面候着 来人 为我整疮 魏婉深吸一口气 宋初一让她不好过 她也绝不能让宋初一好过 势必鱼冠而入 替她收拾好精致的妆容 好似方才歇斯底里的模样 只是旁人的幻觉一般 她正经微坐在主座上 看着大殿门口 那妙龄女子 垂手而入 妾参见王后 米姬屈身行礼 魏婉仔细打量 只见她一袭丁香色的曲菊 将浓迁合度的身姿 裹出的玲珑碧陷 既不张扬 又令人无法忽视 针手微锤 只能看清她白皙的皮肤 抬头 米姬顺从地抬起头 未婉未争 隐约觉得她眉目似曾相识 简介着说道 抬眼 米姬一眼 微微抬起眼眸 又似是聚于王后的威仪 只与她对视一瞬 目光便迅速地转向别处 果然 从米八子的容貌上 魏婉再次证实了 营丝对宋出一那份 见不得光的隐秘之情 若是不知情 我还以为米八子 是国外的亲妹子呢 你看着眉眼 真是一个母子里 刻出来的 魏婉笑着起身 牵手扶起米姬 拉着她的手 就近仔细看了几眼 妾身惶恐 窃背劲之身 岂敢与国外相提并论 米姬怯切切地说 你如今是王上的八子 何来背劲之说 魏婉拉着她的手 在席上坐下 你们都下去 我要和米八子 说会私话 诺 店内伺候的工人 全部退下 连奉书也不例外 店内只余下魏婉 与米姬两人 魏婉生意柔和 听说 你曾是国外府的管家 想必也是见过不少世面 曾得见了我 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米姬微微缩起脖子 妾 那都是国外有意题吧妾 妾辜负国外的厚望 这话听到魏婉耳中 便以为宋初一 故意培养一个 与自己模样相似的棋子 从前的昭夫人 也是宋初一献给王上 米八子一进来 她就死了 难道是因为 勾不住王上的心 所以挪个位置 给新进来的人 许多念头闪过 魏婉说道 你的容色 比昭夫人相差远矣 可知王上 为何看中你 在魏婉几次温和的询问之后 米姬略微震静了一些 却以为 大约是看惯了美人 一时新鲜吧 魏婉发现她这细微的变化 笑容更加柔和 你在国外府侍奉 应当不会不知 君上与国外之间的私情吧 米姬竖得抬起头 满面震惊 私情 魏婉满意地看着她的反应 米姬回过神来 抬手附上自己的眼睛 片刻 眼泪从指缝间 静静滑落 你竟是不知 魏婉压抑地问道 米姬声音哽咽 早已不能成句 魏婉静静看了她片刻 淡淡安慰了几句 便让她离开了 看着米姬失魂似的背影 她决定再试探一番 倘若着米八子 真是个有心气的 不甘做别人体身 暂时可不出去 留着以后 收归己用 米姬出了大殿 抄手走下时节 踩着身雪 一步步前行 想到魏婉的话语 不禁扯了扯嘴角 那个女人 一定爱惨了盈四吧 盈四透过她 看别人的眼神 她又不是瞎子 怎会不能发觉 倘若不是因为 有着这点依障 她如何敢 截然一身地 进着深宫内院 米姬眼中的盈四 一贯冷静自持 那样强势的一个人 若真想得到 那近在眼前的人 又何必在她 一个假的身上 寻安慰 不过爱其人者 既爱无己污 纵然她不是那种 绝算美人 但凭着长着 有三分像宋初一 就能让盈四 看着顺眼 这段时日 米姬听了许多 盈四对后宫女人的处置 也略了解盈四 偏好那种 进退得当的女人 所谓进退得当 说不好听点 就是不惹是生非的摆设 在米姬看来 摆设也有装饰 和必需品质分 米姬目下 就是要努力成为 整袭床塔 不需要什么柔情逆意 只要静静等着 她疲惫之时 准备一语安静之所 客宫休息即可 可是盈四不会因为 她有几分像宋初一 就念念不忘 怎样引起她的注意 还需要仔细斟酌 而对于她来说 像王后这种 情根深重之人 无疑是最好的 利用对象 脚踩着雪地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前方有侍卫 正在忙着铲雪 她便绕行避开 锦冬雪势连绵 玉莹寺极为内宁一般 大雪覆盖了整个农溪 连泱泱未水 都冻上了冰层 严寒冻住了世间万物 也冻住了战火 宋初一恰好闲暇 准备好明年开春时的调度 便在家中闭门休养起来 按扁却当初留下的药方 按时服用 约莫十来天 便能看清事物 只是从此落下头痛的毛病 年底 持续来信 汇报一年所得 松酒的酿造成本小 但是收益巨大 近这一项 每年便有四万金的收入 这是一笔巨款 流动资金剧增 其他方面相应投入 大了起来 家业越来越大 宋初一便令他们 将生意遍布各国 每在一国扎根 便给他置搬一些土地 黄黄三载 池室已经是个不小的商会了 不觉间 宋初一经入秦六年有余 开始时的风头大盛 随着时间渐渐趋于平淡 他偶心力写的撰写灭国论 已有九十余卷 其中有四卷 是关于商军郡限制改革 补充的内容 已有处理及负责 在秦国实施 他暗中练就十五万 超越黑甲军的精锐部队 五个实战军阵 然而这些都不能公诸于众 他为国位 明面上既无错处 亦无所为 加上他常年闭门养病 致使许多朝臣上奏弹劾 要求罢免他国位一职 却全都被淫死 以无过失为理由压了下去 正直初下 国位府院子里的几株青梅树上 已经挂满了累累果实 青色的果香 一满庭院 月东生 宋出一令人搬了酒器 放在廊下煮新酒 给予和计划 凭义渠之乱 一去三年 总算凯旋 宋出一隔着炉火 望着三年未见的吉语 不免感叹 岁月催人 他的体魄依旧见朔 但是眼角一堆起沧桑 两鬓与自虚花白 好在打理的整齐 十分利落精神 如今 该换一声吉将军了 宋出一接过凝鸦 递过来的酒 眼中满含笑意 吉语叹了一声 目光停留在宋出一代病病 先生年纪轻轻 病发竟然也染霜了 是啊 背心中一催人老 瞧我一头发 至今还黑着 你他娘的不思进去 入侵六载 大大小小战士 也有百余场了 石帅的位置 始终不见挪屋 石帅有何不好 况且我有段时日 也撕进去了 日也撕 夜也撕 也没见深迁 听说你成家了 提到此事 季换尴尬地笑了笑 等我幸福了他 就带来给先生瞧瞧 哈哈 宋出一拍着大腿 毫不留情地嘲笑 没想到一向眼高于顶的 济师帅 居然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啊 季换这些年 也不缺女人 机械收了好几个 但正房夫人迟迟未娶 她眼光高 但身份高不成 低不就 高得够不上 低得又看不上 上一屋长辈管束 于是就一直耽搁着 不成想 她平乱的时候 居然愣是看上一个 义渠女子 生生把人掳了来 义渠是马背上的游母部落 女子何等彪悍 她这两年 与那个女子 就过着你逃我追的日子 你不是好真妹子那口吗 怎么小菜吃的蛋口了 改换野味 宋出一隐约有印象 她收的那几个姬妾 都是柔弱清雅 一副娇娇怯怯的样子 也不知打哪弄的 反正秦国 是没有那样的女子 将军回来了 宁牙远远的 便瞧见一袭悬色铠甲的赵乙楼 与体型巨大的白刃 一并走了过来 计划和急语转头 只见内人墨发竖起 面容俊朗 双眉斜斜 如利剑入宾 湄弓头下的阴影 遮住眼眸 幽暗深邃 宽肩窄腰 身材健硕而修长 步履不急不缓 轻舞生息 但似乎运及着 无穷的力量 身边巨大的雪狼跟随 就这么平淡地走过来 竟叫人觉得 威势逼人 两人齐齐起身失礼 赵将军 急将军 纪实率 宋初一瞧着他神情阴语 便说道 出了何事 墨家巨子过世了 以前有巨子制约 曲姑尚且显令师父丧命 这回他作为新一任巨子 更加肆无忌惮 两派针锋相对 已经在几个分院倒了起来 上回墨家内乱 宋初一与赵乙楼 去了厘时抵抗合纵盟军 并未插手 朱昭显也不是泛泛之辈 闲闲地度过一劫 在那之后 墨家分裂成两个大派 一直互相制衡 欲图四击 吞并对方 季幻昼梅说道 几只分都分了 好歹是一脉同更 如何自相残杀 新巨子认为 闲子占据的十几个分院 应归还总院 事关利益 同根亦可斩 赵乙楼对这种 有力无法使的感觉 分外欲解 宋初一也曾经与他说过 赢四案中支持墨家取顾一派 倘若他贸然出手 定然会引起君臣猜忌 赵乙楼自己倒是无所谓 他对赢四 本身就没什么好感 做不做这个秦国将军 也无所谓 之所以顾虑 皆是考虑到宋初一的处境 他的难处 宋初一都看在眼里 既然他处处为他考虑 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莫忧心 此事交给我吧 赵乙楼眉头微微松开 唇盼一浮上笑意 宋初一沉吟片刻 事不宜迟 我即刻进宫面军 你们先喝着 既然险诚有事 我们就不捣扰了 择日再聚 也好 宋初一令凝压 去送送二人 自己整了整衣袍 令人被骂 怀姐 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件事情 赵乙楼瞧着他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像是刚刚得知消息 宋初一一脸神秘地 冲他勾了勾手 赵乙楼以为要耳语 便垂下头 宋初一飞快地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笑咪咪地说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 小心肝 赵乙楼起初 十分痛恨这个称呼 但每次反对 就遭到送出 一变本加厉的报复 什么心肝小肉肉 小唐人 小可心 一股脑的全用上 他后来 也就懒得挣扎了 现在听起来 倒也不如起初 那么肉麻 墨家的消息 才刚刚传来 你何时得知 就在你上次 因此皱眉的时候 三年前 墨家动乱的时候 赵乙楼边心心念念 他师父的安慰 彼时 宋初一并无丝毫帮忙的意思 宋初一见他明白 便说道 上次的确不便插手 我不能与军商对着干 狂我估计了一下内乱规模 料想你师父 不是泛泛之辈 若是说在里头 便真是天意了 所以我静待这一刻 很久了 这回我不仅能救下你的师父 也能救下他手中的势力 只是我未必 会对你师父坦诚 你不会怪我吧 自己的心思 能被宋初一放在心上 赵乙楼眉梢眼角 都是笑意 哪有半点责怪 人各有命 师父有什么志向 我管不着 只是师徒一场 若是危及他生命 我岂能袖手旁观 那就等我的好消息 宋初一要的 就是这句话 赵乙楼跟上他 天色已晚 我送你去 入夜的咸阳 空无一人 凉风袭袭 两人驱马缓行 享受着虚余的宁静 国卫府距离咸阳城不远 赵乙楼目送送初一入宫 便独自返回 美如夜 角楼上灯光 三年如一夜地亮着 宋初一在门口等候 就着月光 仔细看这座 掩在茂密张树丛中的角楼 这是宫中 难得隐蔽清幽之处 张树清香悠悠 月挂烧头 凉风过处 一片沙沙舍 国卫紧静 桃尖开门 往屋里看了看 悄声对宋初一说 王上这几日身子不大好 心情亦不渝 国卫若是能插得上嘴 反请帮忙劝劝 怎么回事啊 后宫徐昌闹出人命 君上前几日 撵了十余人出宫 其吩咐 谁要是想出去 只需要去云夫人 那知会一声 简直两日已经走了 三十余人了 后宫空了大半 这件事情 已经有大臣 在朝会上劝过 但均遭冷遇 宋初一汉手 提袍进了屋内 随着桃尖 从宽敞的木楼梯上 上了三楼 楼内清竹香气 混着淡淡的梅花香 银丝一息玄丑广秀 划赏以地 莫发半劈尖头 一只手撑着脑袋 倚靠在扶手上小气 那姿态 说不出的慵懒 只是冷峻的面容上 贱眉紧促 薄唇紧敏 全然破坏了这种 疏懒之感 脚步踩在地面上的声音 并不小 可竟然没有惊动他 桃尖走近 躬身轻声说道 军尚 国卫来了 半上 盈四才睁开眼睛 见过军尚 原理 盈四声音沙哑 宋初一抬头 便瞧见他阴谋中 布满了红血丝 两边有细密的汗珠 这才突然想到 他方才的表情 不像是睡着 而是在隐忍什么 连忙问道 军尚身子不适 老毛病 坐吧 盈四淡淡地说 宋初一见他不想说这些 便不再询问 枕入夜前来 是为了墨家之事 盈四微微醋眉 却示意他继续说 宋初一看盈四的表情 便知道 他已经猜出他的来意 随直言说道 如今墨家两派相争 既消损势力 又不能专心为秦 想必以后 能给予我们带来的助力有限 况且军尚应知道 墨家最擅长机关术的 不是巨子 而是贤子 军尚支持取故 势必得罪贤子 与我大秦来说 得不偿失 盈四最近 也在思虑这件事情 秦国不需要墨家思想 而是看中他的术 墨家的术有很多 而其中对作战 最有利的 当属机关术 不过贤子 一向谨慎 墨家门规 即便此时 秦国对他 伸出援手 他也未必会领情 墨家 视为天下的墨家 是只顾宫里 不讲私情的墨家 这是一定的 如果我们 助他一臂之礼 或许可以换来一两样 有用的机关术 为此 教我放弃巨子一派 楚昭显 不可能给墨家 绝密机关术 但即便给一两样 能够强兵之用的法子 也能使秦国军队 战力提升 看起来 的确很诱人 只不过赢四十点诈 说不定 也能从取故那里 得了这种东西 怎么能放弃呢 请许臣 进前细说 可 宋吹进迎死的身侧 跪坐下来 轻声与他 说起了自己的谋话